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福州訪明 紀念鞭炮冤案5週年被抓捕 武漢張海獲見律師 堅持自己無罪 南加曬書節 傳遞正體字之美 親子同樂挑書去 臺灣十字會 君贈歷史教材笑談風雲 學生受賄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福州十一位訪明因紀念912鞭炮冤案5週年 近日遭到抓捕 警方威脅 刪除手機視頻和照片才可放人 訪民葉忠至今下落不明 福州訪民唐兆星 林嵐英 葉忠 廖俊 何宗旺 陳光 林厚勤 吳洪福等11人 12號中午在福州旺江樓酒店聚餐 剛開席沒多久就被福州國保大對警察包圍 之後分別被帶回轄區派出所 當天何宗旺 陳道財 林厚勤 陳光等5人被押上同一部車 在車上發視頻向外界求救 福州訪民唐兆星表示 12號是912鞭炮冤案5週年的紀念日 他們打算聚餐懷念 吃完飯在外面公園拍照留念 卻遭到警方破壞 在一個酒樓吃貨了 突然來了福州國保大度 逼我們一個個說出自己的柱子 然後就有個地方政府帶來 過來把我們帶走 派出所塑炸威脅拍照的拿出來 刪掉就可以回去 只要幾無人都出來的 就是葉忠被古山鎮政府帶走到現在 下落不明了 擁有碩士學歷的福州訪民葉忠 因房屋遭非法強拆上訪多年 多次遭到非法拘禁 曾被關進精神病院 今年5月20號在家中被抓走 秘密關押50天後 福州訪民營救出來 此後擔心被抓 一直住在外面 912鞭炮案發生在2018年9月12號早上 福州30多名訪民在福州市看守所 迎接刑满釋放的訪民言行聲實 按習俗燃放了驅邪的鞭炮 遭到警方大抓捕 林應強和唐兆星分別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三年 林蘭英被判刑一年十個月 新潭記者雄斌伯尼采訪報導 新冠病毒死者家屬張海 今年2月 應轉發退休老人抗疫疫改的視頻 被以尋釁滋事罪逮捕 9月12日 張海終於獲准與自己委託的代理律師宋玉生會面 他堅持自己無罪 12日上午 宋玉生律師在看守所見到了張海 律師透露張海的精神狀態很好 只是血壓有點高 在服藥 律師還說 對於起訴書指控的事實 張海認為 那恰恰證明他作為一個公民 在行使言論自由權 不是尋釁滋事 警方抓他是錯誤的行為 最普遍的說法就是口在罪 就是那些自法人員 他做了算 從法律角度很不嚴謹的 我就辦理兩三 律師都是罪的案件 後來都判了五罪 太方法了 依法解決 制裁的政道 而不是他們要打壓 來一個莫修有的罪名 他們要黑社會 說一道 說一道 今年二月武漢大連等地相繼爆發退休 老人抗議一改的白髮運動 其中以武漢的抗議規模最受矚目 張海對此公開表達支持 轉發抗議活動的視頻圖片和文字 至境外社交平臺 並接受外媒採訪 隨後在深圳住所 被武漢市漢陽區警方帶走 並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2020年初武漢疫情爆發時 張海的父親意外骨折 為報銷醫藥費 他將父親接回武漢進行手術 卻在醫院感染新冠病毒過世 張海多次控告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 但法院不予受理 武漢警方多次警告張海停止維權 並凍結他的銀行賬戶 張海的友人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張海父親病故是當局隱瞞疫情造成的悲劇 張海一直為他父親維權 這位友人說 張海最令人佩服的是 他很快將單一的維權轉換成不但為自己 也為很多不公的事情站出來說話 新潭記者陳傑、李珊珊、陳傑採訪報導 特斯拉在中國大陸受到進一步限制 近日有視頻曝光 一位特斯拉車主在公共充電樁充電時 遭到警察阻撓 引發外界關注 評論認為 中共對特斯拉的限制毫無法律依據 將加速外資撤離 9月11日傳出的視頻顯示 一名特斯拉用戶在公共免費充電樁充電時 被三名警察粗暴制止 車主要求警方出具法律文件 但沒有得到回應 這是國家電網正常的是開放給所有的公民用的 我為什麼就不能在這裡充電 很多外國公司都在撤離 尤其美國政府也號召這些美商都撤離中國 但是馬斯克一朝路上到中國投資 當然就從那兒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便宜 但是他們不知道 中共大交道是很危險 限制特斯拉的那些舉動 一點沒有法律根據 而且毫無道理 時事評論家于羅文表示 對特斯拉的限制沒有法律依據 中共當局此舉將加速外資撤離 大陸高校教師萬興表示 儘管特斯拉在大陸遭遇種種限制 如果讓他選擇 他仍會購買特斯拉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 張丹霞 劉芳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岸田文雄再次要求中共撤銷水產品進口禁令 外國投資者8月從中國股市撤出149億美元 埃及人權問題沒進展 美國擬將17.5億軍援轉給台灣 歐盟啟動反補貼中國電動車調查 歐洲政壇普遍支持 周三 歐盟執委會主席豐德萊恩宣布 歐盟正在對中國巨額補貼電動車展開調查 豐德萊恩強調 無論在國內或國際市場 都不能接受這種扭曲行為 歐盟執委會主席豐德萊恩向歐洲議會發表演講時宣布 歐盟正在對中國巨額補貼電動汽車展開調查 將調查是否徵收懲罰性關稅 博德萊恩表示電動汽車是清潔經濟的關鍵行業 在歐洲擁有巨大潛力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市場 都不能接受這種扭曲行為 在上週的慕尼黑國際車展上 來自中國的車商約佔40% 據稱中共在電動汽車行業 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補貼 豐德萊恩還提到 多年前歐洲光伏產業 因為中共不公平的國家補貼而全面崩潰 他強調 這樣的情況不能在電動車行業重演 他表示 歐盟仍在尋求與北京對話 降低風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宇薇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警察去年底 終止了與中資公司辛克雷的合同 近日則是出爐最新內部審查結果 同時表示 未來將對設備的採購加強審核 根據加拿大王家祈警的巨星審查報告 在針對中資辛克雷科技公司的 無線電滅波系統中未發現安全問題 但加拿大王家祈警未來將與其他部門合作 改善採購相關的安全 去年年底 加拿大王家祈警終止了與辛克雷公司 一份超過54萬加元的 無線電頻率過濾系統合同 2021年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將辛克雷的母公司 中國電信公司海能達列入國家安全威脅黑名單 新唐人電視台實習記者初記 加拿大溫哥華報導 週二 五角大樓公布了2023年 網絡戰略非保密版本摘要 將中共定為網絡空間最大威脅 美國國防部表示 將繼續採取主動前置防禦措施 應對中共的網絡挑戰 中二 美國國防部網絡安全政策副助理部長 歐陽元表示 中共支持的網絡活動 已經成為美國網絡安全的頭號威脅 他還指出 俄羅斯 朝鮮 伊朗等國的網絡犯罪活動 包括勒索軟件團夥 網絡竊賊和黑客等 也日趨嚴重 國防部2023年網絡戰略摘要指出 中共的網絡間諜活動廣泛且普遍 竊取技術機密 破壞國防基礎 試圖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 對居住在境外的個人或實體 進行網絡監視和攻擊 五角大樓表示 美國將採取主動防禦策略 與美國的全球盟友合作 提高應對網絡攻擊的能力 據悉 美國採取的前置防禦措施 主要由網絡司令部主導多部門 共同協作 五角大樓第四次修訂的網絡安全戰略 已經在今年5月提交國會 信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統戰同時割韭菜 中共推對臺融合措施 歡迎回來 9月12號 中共公布了對臺灣融合發展的 21條新措施 但同時又派出近年來 最大規模的軍艦在台海集結 面對中共的文攻武嚇 專家提醒 臺灣應當以香港為前車之件 加強防禦 提高對中共的警覺 周二 中共當局發布 福建對臺示範區文件 內容包括取消臺灣人 在福建贊助登記 鼓勵臺灣人申領臺灣居民居住證 並在福建購訪 以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文件還稱 要打造同城生活圈 實施金門和馬祖居民 分別在廈門和福州 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推進廈門與金門 福州與馬祖的通電 通氣 通橋 消息一出 迅速招來許多臺灣人的反感 識破中共的不懷好意 鼓勵臺灣人到福建購買不動產 這是挖坑要給臺灣人跳 讓臺灣人的錢去補中國不動產 或者現金流通困難的那顆洞嗎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中國是寧可犧牲自己的國民 銀行領不出錢 房地產可以倒 然後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也要把中國的資源拿來對臺進行統戰 那這樣子的話 誰跟中國同一國的國民 誰就倒大煤 這不僅是統戰 使用這種方法來模糊和淡化臺灣的主權 和臺灣人的主權意識 比如說 他說鼓勵臺胞參與福建法治建設 這裡就有擔任陪審員的條款 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 陪審員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臺灣人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沒有擔任中國法庭陪審員的資格 所以說這在法律上和觀念上 都對臺灣提出了新的挑戰 是一個心理戰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這個很清楚 文件發布的第二天 中共國台辦就退出了新發言人陳兵華 開場就以閩南化問候記者 作秀意味十足 但就在同時 中共卻派出了近來最大規模的軍艦 聚集到臺灣海域 臺灣國防部表示 周三上午在防空區內發現28架中共軍機 部分戰機經巴士海峽赴西太平洋 與山東號進行海空聯訓 他這種兩手策略不變的是軍事的脅迫 那在軟的那一塊就是會隨著時代的不同 有不同的新的手法 中共是軟的一手硬的一手 因為中共是一定要統一臺灣 那統一臺灣就有核統跟武統 那核統的話就要融合 尤其是福建 這就是一個合同的一個方式 專家警告 臺灣應以香港為前車之鑑 加強防禦能力 提高對中共的警覺 作為臺灣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 接受了中共的這些看似優惠的政策 是一定要付出代價的 而且一定會加倍償還 有了香港這個前車之鑑 臺灣人就應該拒絕中共的橄欖枝 而臺灣也應該加強立法 確保臺灣的主權不被侵蚀 臺灣要自己就是壯大自己的防衛力量 還有心理防線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不用被中共去影響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倩 特約記者洛亞採訪報導 週三 由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開辦的曬書節 將在四天內展出2000本各類書籍 共民眾取悅 鼓勵僑胞和年輕一代閱讀正體中文書 享受翻閱紙本書的樂趣 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的第六屆曬書節 將在本週三至週六期間 免費贈送2000本中文正體書籍雜誌 讓僑胞們大飽眼福 除了對於自己身心有意以外 我們更希望海外的僑胞能夠藉由 這樣的一個閱讀來了解 我們正體制的文化 還有正體制之美 那除了這個閱讀以外 我們還有這種文化的教育意涵 他們表示科技越來越發達 不少人習慣以電子產品閱讀報章雜誌 但紙本書仍然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我相信很多鄉親他們也更喜歡有這種翻閱書籍的這種愉快 或者是從這種翻閱裡面所得到他們的新生靈的一種涵養 我想這個是在科技時代所還不能達到的 因為你在翻閱的時候你就想知道下一篇的文章 然後你摸那個紙張的這種感覺 總比你弄那個電腦這樣翻來按按按那種東西 好像就有種不同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算是老一代的了 所以我對這種紙張是非常喜歡的 而且我就覺得書不能淘汰 年輕人也不妨看看書 雖然在網站上也可以看 但是對讀書還是多一點知識 每年曬書節 洛橋中心會將太幻的書籍提供僑胞拿取 也有不少人響應曬書節捐贈家中書籍 而這些書籍事實上都保存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希望說能夠廣為讓大家來認領 然後持續閱讀的這個習慣 現場無論男女老幼 都能找到心儀的書本刊物 有民眾表示 能與其他愛書人士交換書籍 發揮每本書的最大價值 感到無比欣慰 此次曬書節包括兒童繪本 食譜 文學名著 傳記和財經投資等種類 還有雜誌及DVD 開放每人拿取最多四本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約熙 林永峰 洛杉磯採訪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周三提出針對數家美國車廠的一系列罷工計畫 如果周四晚間仍無法達成勞資協議 將在底特律三大汽車製造商發動罷工 美營指出罷工一周就足以導致美國GDP減少0.1到0.2個百分點 亞利桑那州州長霍布斯近日將訪問台灣目的加強經濟合作 吸引更多台灣企業到當地投資 創造就業機會 台積電計畫投資四百億美元 在鳳凰城北部設廠是亞利桑那州歷來最大的民間投資 蘋果周三發表聲明拿出實驗報告佐證 為iPhone12電磁波輻射值超標進行辯護 稱法國監管機構的門檻比科學家發現的危害水準低了十倍 不過法國的舉動或許也可能引起歐洲其他國家決定 全球連鎖咖啡巨頭星巴克週三宣布 七十歲的公司創辦人舒茲 此去董事會職務 舒茲曾三度擔任星巴克執行長 為陷入困境的公司兩度重出江湖 新檔街市整理報導 台灣施責會 捐葬歷史教材 笑談風雲 學生受惠 有感於青年學子品格教育的重要 台灣國際獅子會300A5區和台東民間團體合資 捐贈歷史教材給宜蘭縣的13所高中 希望讓學生們喜歡歷史 擴大視野 國際獅子會300A5區及台東民間社團合資 捐贈宜蘭縣內13所高中歷史教材 笑談風雲 12日舉行捐贈儀式 總監郭雄文表示 希望讓學生們喜歡歷史 擴大視野 現在的青少年真的感覺上沒有一個倫理跟依靠心靈的寄託 那藉由這個歷史 他去發掘到我們歷史人物的宏觀 還有他的格局 還有時代的演變 然後為我們的小孩子們奠定我們人品跟道德的基礎 從歷史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事物 從裡面去學到教訓 學到我們往後可以讓我們作為一個借鏡 一個警惕 笑談風雲節目展示中國傳統的價值觀 主講人張天亮獨特歷史觀 吸引無數觀眾 第一部《東周列國》和第二部《秦皇漢國》的DVD 都被美國國會圖書館點藏 我覺得這個對學生在學習歷史方面 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會讓學生們比較容易 很清楚地就了解那個文化的歷史這個脈絡 品德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學習從歷史方面去角度去看的話 可能對品德教育會有很大的幫助 校長江子文表示 這套教材將提供學校師生在圖書館閱讀課程 社會科歷史課以及早自習使用 新唐亞太電視胡說張年杰 臺灣宜蘭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9月14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1886萬5816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萬9994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